一段式投篮和二段式投篮到底是什么 几年前NBA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全票MVP 宣告了新一代超级剧情斯蒂芬·库里的强势崛起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这个家伙 以及他征服对手的方式 投篮 在库里之前 我其实对一段式投篮没什么概念 身边绝大多数朋友对于投篮 大多数也是在讨论科比的后洋 以及麦迪的干拔 现在看来这两种都是典型的图默身投篮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区分 那么我认为这句话最清楚不过了 一段式投篮是跳投的完全同步 一次发力借助起跳的力量帮助我们完成投篮 而二段式跳投是严格的先跳后投 起跳后身体在空中二次发力完成投篮 虽然投篮被简单的分割成了两种方式 但绝不代表只有两种刻度 也有跳投不完全同步的投篮 比如中间也有类似乔治的所谓1.5式投篮 但太过细分没有意义 我们只需要清除两个极端的特点及优劣即可 很明显 一段式投篮跳投同步属于建立投篮 动作没有明显停顿 输出速速度快 并且腿部力量传导流畅 投篮轻松省力 非常适合远距离投篮 坏处就是 输出点低容易被干扰 二段式则相反 投篮前可以全力起跳 输出点高 受防守干扰小 仍在严苛的环境下完成投篮 但缺点是对身体的素质和体力又很高要求 并且由于最高点的动作有明显停顿 所以出手时机可以控制 比如乔老爷子甚至可以等对手下坠后再出手 既然二者之间各有优劣 就没有哪一种更好的说法 那么你的投篮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季小军 这期视频虽然不是教学 但季小军觉得 说不定看完能让你的投篮有质的突破 有的兄弟对投篮练习非常迷茫 练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有效果 就立马改下一个姿势 但这样难以得到进步 因为不同的投篮姿势的发力习惯大向径庭 咱们应该选择一个大方向 固定一下投篮姿势 持续练习 在过程中小修而非大改 针对于大多数人 季小军推荐大家根据自身身体素质 再结合实际的需求来做选择 对于小孩或者力量较弱的成年人 推荐选择库里的一段式投篮学习 这里注意啊 一定不是单纯的学姿势 没有养成发力习惯 一旦实战投篮就会变形 学习一段式投篮 最重要的是长毛好跳头同步的投篮节奏 进入身体起跳的力量 把球推出去 季小军教你一个练习的好方法 是什么呢 先练抛头 原因有两点 首先抛头是一种最简单的借力投篮方式 其实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一段式投篮 利用抛头掌握借力投篮的发力习惯 再学习一段式跳投就更容易找到感觉 第二由于一段式投篮容易被干扰 很难在贴身防守的情况下使用 所以很多时候是在空间较好的远距离投篮使用 而通常越靠近篮筐防守就越拥挤 练好抛头就可以弥补在近距离的终结手段 这就是为什么一段式投篮的代表人物 比如库里 特雷扬都必备一手精准的抛头的原因 由于咱们球迷群体组成很复杂 有高有矮 有胖有瘦 那么季小军肯定就不能一概而论的说 哪一种更适合普通人练习 然后就推荐你去学 如果你身体素质很好 跑得快 跳得高 体力也倍儿棒 同时你练习投篮的目的 是为了在野球场打一些强度比较高的高端局 那么我推荐你先练习二段式投篮 当然 这并不是说学习一段式投篮 就打不了强度高的比赛 不然库里也不可能投出来一个勇士王朝 但很多时候库里是在三万线 甚至更远的地方出手 空间大 他就可以依靠运球 或者挡拆 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出手空间 库里很少在拥挤的三分线内中投 除非完全缓开防守者 因为一段式投篮面对贴防是比较容易受干扰的 这也是为什么NBA球员有两种不同的投篮方式的原因 远机率投篮用一段式 而中投却用二段式 而对于大多数咱们这样的普通爱好者来说 有一手命中率不错的中投 往往就能成为野球场的超级大推 在野球场上邦邦邦扔超远三分 命中率还不低 那样的选手属实少见 除了在中投时表现优异 二段式投篮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那就是有更多的选择 因为二段式投篮是先跳后投 在最高点时停顿 可以观察防守者的封盖 控制出手时机 比如制空停顿下坠时再出手 除了出手时机可以变 你甚至还可以不出手 比如在停顿期间 如果防守太过严密 你就可以找机会传球 这是一段式投篮很难做到的 那我可不可以像一些NBA球员那样 远距离投射用轻松省力的一段式投篮 近距离则用不太说干扰的二段式投篮呢 答案是完全可以 但这里技巧军不推荐你两个一起练 最好是先完全固定下一种投篮姿势 等姿势稳定以后再根据需求练另一种 当然如果兄弟们对于一段式和二段式投篮有其他看法 姬小军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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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